好 再來第四位不得了了 GOMO 歡迎潘若迪老師 他這個人穿這麼有模有樣 怎麼會像跟保姆洗澡的人呢 應該都不太像 來 潘老師 跳起來 跳起來 動起來 潘老師 你今天穿著這一套真的很帥氣 不是 這個要很慎重 對不對 今天是一個什麼場合 對不對 所以好好講話 我們今天有大哥在 OK 好不好 你說皮衣怪 對 你講不好就叫他為事 OK 這個衣服 第一次看你穿 真的喔 這個衣服 其實這個衣服 因為特別 今天就在這邊特別去買了一套 真的 你真的好有誠意 哇 不得了了 好 謝謝 期待看你得了什麼獎 我跟你講那個年代是這樣 我跟皓汝常上很多 那時候就是娛樂評論節目 沒辦法 那每天錄 每天錄 每天都有一個主題 他們主題哪裡來的 就是影劇版 看誰出事 再講一講 我們就必須要講 講到後來 好像成為這方面的權威 真的賭麥 我這樣子 就是蘇琪完畢出門 余玲哥 那個麥全部都湧上來了 說那個蕭蘇生怎麼樣怎麼樣 來 請問你有什麼看法 我們這個人人來瘋嘛 你遇到記者問你問題 你不能沒有看法 當然你一定要有看法 你沒有看法說 回去… 所以你自己都有印象 你有說過我對不對 沒有 我有說過太多人了 我跟你講最離譜的是 有一年成龍 成龍不是有一次講了一句話說 類似說台灣的民主是世界的 國際上的一個笑話對不對 那時候台灣不是很多人群情 憤慨嗎 也來問我 其實我也沒有聽他講過哪句話 我也是看新聞的 然後我就發表評論說 成龍可能對台灣的政治生態 不了解 就這樣講一講 這個新聞一播出 香港也看到了 成龍也看到了 成龍講說 他是誰 打電話給誰 真的假的 給曾志偉 他講說曾志偉比較了解台灣 紀委 他是誰 好球 真的 他為什麼講我 真的假的 然後曾志偉說 我一點不知道 奇怪 他打電話 寶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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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誰啊 他幹嘛講雞氣啊 關了什麼戲啊 好像 好像 那個是瞎掰的 這件事你問楊皓如 是不是真的 對啊 我們也是被逼的 我們也沒有想要這樣子 一直亂講 對啊 話又說來哪一個人 不是逼出來的 對啊 天堂路 天堂路 對 好 我們來問一下潘老師 今天在熱草店 印象最深刻的事 我們感受是非常的深刻 我跟你講 每一件跟妳 我只要是跟妳的每一件事情 都很深刻 所以每一個人都知道 但是唯獨一件事情 什麼事 這個事情不得了 我老爸快被沈玉琳氣死了 你老爸是仁瑞 是將軍 不是 我跟你講 我老爸是那種完全不看電視的人 尤其什麼綜藝他根本不看電視 對 但是你也知道老人家都這樣 可是其實我們講 我們在我們倆當中發生的事情 大家開開心心就算了 你知道他就是個喜歡 胡說八道的人 對不對 他除了胡說八道 還會幹什麼的 不會 所以也就是因為那一天 不會的可多了 可是他有的時候講的好像是真的 而且有些事是你自己爆料的 都不是他講的 你像什麼在椰子 請問 椰子樹上 在椰子樹上打X是誰講的 是你自己講的 潘老師你60歲唯老不遵 你 我跟你講他們都 錯看你了 他們那幾個人都有餘亮情節 他 潘老師 玉琳哥 詹老師 他們其實私底下都在較勁 潘老師他講這種椰子樹 是因為以前玉琳哥 也講過一個故事爆紅 就是甘蔗田 對 我在甘蔗田 因為他就說他在甘蔗田 然後他就想說 甘蔗田怎麼搞 他就說甘蔗田 你怎麼了 甘蔗田之後還帶甘蔗回家 我覺得潘老師就是不甘示弱 我想說那什麼比甘蔗田更可怕 那就是椰子樹 他就是要贏過我 對 我講甘蔗田他就講椰子樹 就一直這樣 就惡性循環演藝圈的毒瘤 都是這些人 潘老師你快點還原 你現在為什麼說 你爸爸快被他氣死 沒有 我們先請公正人士評論一下 人羽在椰子樹上做親密行為這種事 俗證這種事你聽得下去嗎 我其實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講 你覺得甘蔗田比較合理 你覺得甘蔗田比較變態還是椰子樹 沒有 我覺得甘蔗田好像比較合理一點 因為這是什麼 對 甘蔗田合理嘛 那一天他是這樣 他胡說八道講了什麼 他講說 我老爸幫我的這個 你老婆 洗內褲 什麼的可惡 你 你給我掉那個VCR出來 有種你給我放出來 不是 你不要生氣你息怒 他把浩如的公公的故事套用 在你老婆身上 你不能每一個都亂講 你不能講到我老爸 我老爸是個將軍 對不對 他這一代是會議 不會洗內褲 不會洗內褲 他怎麼想 他說 我什麼大男人 我都把女人洗內褲 你都忘了嗎 你請你講的朋友 你講的是後朋友 我也要那麼巧 將軍不洗內褲的 什麼不洗內褲 將軍不用洗內褲 老爸 老是你六十歲了 我先搶壁他們 將軍你問那個 你爸爸是大隊長 你爸爸 空軍第四大隊的大隊長 大隊長會洗內褲嗎 所以真的有洗內褲 沒有 你不是這樣他們都當真 你知道嗎 對 我們沒有洗內褲 你岳父有沒有幫你洗過內褲 我沒有岳父 我沒有岳父 好 接下來我們要頒發的是 第一屆熱草杯年度貢獻獎的話題王 來 請舉牌 俗盛說潘老師 對 因為你看潘老師 他不是就是保母 爸爸什麼的 很多話題 對 就很多話題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潘老師 會得這個獎 浩如覺得 蘇聖姐 蘇聖姐 對 她的經歷 因為趙哥一生荒唐事不斷 所以說他話題王當之無愧 趙哥反而 凡子是小梁 他這個台灣恐流就 最近這幾年紅到不行 每個話題照片 影片 都降到紅 所以應該是他 他老師覺得會是蘇聖姐 我本來也是寫小梁所以OK 但蘇聖姐可能話題稍微多一些 但是大家會喜歡想要聽 OK 對 所以到底話題王真正的得主 會是誰呢 來 我們請看VCR 小鐘 他在我身上吃泡麵 吃科學麵 他這樣 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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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半 他還給我 因為他誤以為說我可以左右這個 排名 如果現在他給我排名 之後待會兒真的良心好 幫我胖到第一名 好 為了讓潘老師吃板子 我們再換一張板 不是 沒有要把板子倒過來 沒有要把板子倒過來 那一天潘露迪去公園運動 回來和劉甲輩 正好撞見老公吳吳 在幫他女兒洗澡 那一個畫面深深感動了他 他就支開他女兒 阿蓮 阿蓮 我可以跟你一起泡澡嗎 阿弟不行 阿蓮可以 不可以 阿蓮 阿弟 潘露迪很棒 採進浴缸裡面 你怎麼樣 你還流眼淚 你幹什麼東西 你現在知道我受多大委屈了吧 這邊 恭喜話題王潘若迪 在熱炒店表現活潑大方 火棒亂跳 堪稱熱炒店的老婆寶 搓好朋友沈玉琳的湖 將老保姆事件發揚光大 今年老保姆2.0版釋出後 再次轟動全網 並蝉連數週11點熱炒店 瀏覽數冠軍 預祝2023年裡 老保姆持續生生不息 老保姆 老保姆生生不息 得獎 感言 你要感謝老沈 是 開發了你事業的好多高潮 其實有這個好朋友就是這樣 但我一直覺得這個保姆 可能是他派來的 要不然就是跟他的家人 有直接關係的人 對不對 他可以了解到這麼深透 那麼透徹 我到現在還不太清楚 因為他有幾次跟我促膝常談 希望我有朝一日 有話語權的時候 在節目上 把你們那段往事公開給大家 這樣他就不用忍辱偷生 是 你看看 對不對 好啦 你們先知道話題 是從哪來的對不對 沒有 恭喜潘老師 今年六十大壽 六十大壽 生日辦得這麼風光 他有演藝圈所有的大佬 齊聚一堂 其實很開心 開心就是因為能夠 大家都聚在一起 就像那個趙哥一樣 對不對 我們休息上約的是一起 那個感覺是一種凝聚的感覺 對 可是人不是追求生前風光 對 我想說他又要再 對不對 他又要再接了 對不對 沒有 沒事 謝謝潘老師 謝謝 謝謝 恭喜潘老師 小潞 恭喜 恭喜 恭喜